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主席本席想先請 我們內政部李部長 稍後兩分鐘我們再請陳宴長 請內政部李部長 委員好 部長您好 我們基隆市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都市更新計畫 是 就是配合西岸的港務大樓 對火車站附近周邊做上百億的一個更新及招商計畫 這個主要是西岸有一個交通部建立一個港務大樓 也是前一陣子陳院長的一週一亮點 共六十幾億 那周邊呢要做很多積極的土地更新計畫 這是行政院所謂的四大金磚之一 這個您清楚嗎 我了解 最近的一個流標 最近主辦單位是基隆市政府 對他們已經流標兩次了 對 其實我過去曾經對於基隆市政府提出我的建議 在第一次流標的時候 我就建議他們第二次招標的時候要謹慎 一定要把所有的招商環境做分析清楚之後 才好好的謹慎進行第二次的招標 但是很不幸的在提出第二次招標之後仍然流標了 基隆市政府是分析除了景氣問題之外 認為投報率不足 那加上國有土地要堅持設定地上權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是 您也知道基隆市政府最近這個風風雨雨 是非非常的多 我想這個也會直接跟間接的影響到這個投資的意願 所以在基隆市兩次都招標失敗之後 作為輔導這個都根計畫的內政部跟營建所